你等下买点露回来 我身上没钱了 喂 喂 听到吗老婆 有信套啊 怎么不说话啊 咦大哥你什么时候回家的 昨天刚烧的 还没吃饭吧 你先坐一下我炒两个菜马上就好了 你每天就吃鞋 难怪你这么瘦 是不是又没去干活 而且坡上哪还没回来 你要花一个大老爷们 我出去挣钱 天哪家能有什么出息 我以前就跟你说了 我不看好他 就是不听 现在过这样的日子 后悔了吧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大哥你不要骂他 他也不容易 他在工地上干活没有技术 只非干些苦力和经常被老爸骂 实在看不下去了 我才帮我回家了 他是对其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是灌尽了浮华的军事 小胖来一斤肉 教育一斤买两款 一斤够了 一斤 小胖我回来了 刚才是不是叫我买肉回家 对啊 我还以为你听不见了 我就听到一个肉质 我想家里应该没肉了 我就顺便买了一点回来